韩国女团TWICE原定今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开演唱会 9名成员于26日已抵达吉隆坡为演唱会做准备 更于昨日召开记者会分享开唱前心情 不料昨晚27日经纪公司发声明暂停演唱会 这是TWICE出道以来首次在开唱前24小时内取消演唱会 TWICE所属经纪公司JP Entertainment于昨日晚上11时44分发出声明 指原定于沙亚南美拉底体渔馆举行TWICE Land Zone 2 Santasy Parking for La Longue 由于舞台安全考虑 为保障艺人和观众安全 决定临时取消演唱会 而承办演唱会的IME亚洲娱乐 一于凌晨公布消息 并承诺将短期内公布演唱会退还详情 由此 演唱会所用的舞台是短时间内搭建 加上舞台上的道具和LED灯太重 致使地级倾斜 消息公布后 大批粉丝怒轰AYP与IME亚洲娱乐 一方面不明为何IME亚洲娱乐 未有周详的安排 是以企业成员能力 另一方面又表示为了看这次的演唱会 都买了机票 订酒店 车票等等 现金全部不能退回 有粉丝已到达现场 却临时被告知演唱会取消 引起了粉丝不满 一众粉丝虽然对主办单位大表不满 但也不忘到机场送机 就为成员今日下午现身当地机场时 成员三里和多闲更忍不住流泪 其后 TWICE于官方Instagram上在短片 影片中中成员先以马来语 约定粉丝再见 其后又以韩文表示抱歉 影片的留言就提到 因为是第一次和马来西亚Wance们见面 所以十分期待 但出现这样无法预料的是 我们和Wance们都感到彷徨 伤心 即使如此 我们还会再来马来西亚的 约定了 在机场看到有Wance们在哭 至于无法预定的讯息 al Atlas